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在巴基斯坦的很多视频中都讲过庞加比庞哲普 而且我也讲过巴基斯坦的庞哲普人在巴基斯坦有着很重要的位置 庞哲普人自成立以来一直统治着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政府的官员有90%都来自于庞哲普省 这呢,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为什么都是来自于那个地方的 那庞哲普这些领导呢 很巧妙的利用了比路之省啊,信德省啊,卡拉奇 这个经济特区啊,这些地区的特点 那这些地区呢,已经被证明是庞哲普人的摇钱素 庞哲普人以种族主义行为而闻名 他们不让其他的种族繁荣昌盛 他们想把巴基斯坦的所有的财富留给他们自己 就是庞哲普人 他们呢,一直是一个较小省份的篡夺者和占领者 每个政府部门都充斥着庞哲普人 哎,这在有90%的庞哲普人组成的军队中变得更加明显 很少有其他省份的都是庞哲普人 他们真的歧视其他种族吗?答案是的 那军队几乎呢,占巴基斯坦总预算的70% 我以前讲过,巴基斯坦军队在巴基斯坦的重要性 这里呢,不过多的去描述 不明白的去翻巴基斯坦合集里面的视频内容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庞哲普人呢? 而不是笔鲁之人或者其他的这些民族呢? 或者其他地区的人呢? 一定是有原因的 首先呢,庞哲普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地区之一 那庞哲普语呢,就是乌尔多语 是巴基斯坦最常用的语言 也是官方用语占比呢,是49% 巴基斯坦的语言情况我也介绍过 你们可以去翻看 那整个巴基斯坦,庞哲普人占多数 由于农业产量高,经济非常好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另外呢,印度的庞哲普邦 是印度仅次于查摩和克什米尔的第二富有的邦 被一分为二的庞哲普邦 巴基斯坦的庞哲普省的土地是一样的肥沃 因此啊,我总结一下 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呢,是巴基斯坦的庞哲普人占大多数 第二呢,是以及这个,由于农业产量高而经济发展比较好 简单的说就是比大多数巴基斯坦地区要有钱 那庞哲普是人口最多的省份 巴基斯坦近50%的人口居住在庞哲普省 因此他在这个人数上占主导地位 尤其是在民选代表中 诶,比路之省有很多的矿产 大多数是天然气田 位于信德省和比路之省 这两个地方都是自然资源比较多 那但这两个地方的人口 加起来都没有庞哲普人口多 庞哲普省在人口数量上占主导地位 我们来看看庞哲普人在国民议会上席位的占比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简称下一会 有342个席位 其中包括272个直选席位和60个妇女保留席位 和10个宗教少数保留席位 一个政党需要172个多数席位 好,总席位就在这里 我们分开来看 在342个席位中 庞哲普有148个普通席位 和35个妇女席位 那里面呢,还不包括10个不安省份分配的少数民族席位 因此呢,庞哲普省共有342个席位 中的183个席位 而信德省有75个席位 KPK有43个席位 比露支有17个席位 FATA有12个席位 那很明显,庞哲普主导巴基斯坦的政府 主导巴基斯坦的政治 庞哲普不仅是支配巴基斯坦的政治 而且也支配着巴基斯坦的方方面面 唯一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外 是来自于信德省的布托家族 曾经做过总理的 后来再没有过 那庞哲普省的力量来自于其人口 巴基斯坦总人口是2.09亿 那其中超过1.1亿人居住在庞哲普省 庞哲普省在巴基斯坦的统治 类似于英格兰在英国的统治 好,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见,拜拜